防疫期间民众是宰在家不敢出门 不仅是增加了网购的需求 也掀起了美食外送的风潮 而这也让花莲每天的垃圾 以及资源回收量出现了增加的趋势 但目前又面临了宜兰利泽焚化场 检收垃圾的问题 将站置在掩埋场的垃圾是难以消化 怪手在垃圾队中进行拉平作业 残土机把一斗斗资源回收 倒计输送带进行分选 随着防疫进入三级警戒 小吃店等餐饮业者大多只能提供外带服务 民众宅在家不敢出门 也提升不少网购需求 但这也让每天的垃圾及资源回收量 出现增加趋势 我们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其实我们从每一个月的报表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从去年的同期一到五月 以及今年的一到五月 我们的垃圾每天 大概从两吨的垃圾量来再增加 那资源回收大概每天都可以增加到三吨 在花蓮市来讲 我们的垃圾量是持平的 每天的垃圾量大概维持在65公吨左右 那但是在资源回收的部分 却有很大的成长 每天的成长的 大概平均每天的量 大概有多了1.6公吨 虽然在花蓮市的垃圾量 并没有出现明显增加 但还是以每日65公吨的数量持续堆滞在掩埋场 而目前又面临宜兰利泽焚化场 减收垃圾的问题 让花蓮市28000公吨的站置垃圾 只能先做打包处理 宜兰利泽他们也有他自己的问题 因为最近据说宜兰那边 他有在焚烧自己的垃圾场挖出来的垃圾 所以说在收运我们花蓮县的垃圾的部分 就减量减了很多 那我想我们靠人不如靠己 我们花蓮县假如说有自己的焚化炉 像台泥的焚化炉的话 我想以台泥那1800度的高温 来协助我们垃圾来烧垃圾的话 我想可以彻底的解决我们垃圾的问题 要想解决花蓮的垃圾问题 以目前情势看来 委托给台泥焚烧垃圾似乎成了唯一解放 但这个计划最快也要等到明年10月 暂时堆置在各地的垃圾 只能先做打包再等等 记者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